要開學了 但是沒有教室可以上課嗎 這是台中北屯區的不子國小 其實在2020年招生爆滿 所以市政府編列預算要來新建二期校舍 但是馬上就要開學了 這個新校舍呢 卻因為先前有颱風 還有接連的豪大雨是來不及 如期完工 就導致有300多位的小藝新生 在開學之後呢 只能暫時到距離3公里遠的國中 借教室來上課 引發家長不安 說明會上學生家長群情激昂 因為下週就要開學 台中市北屯區不子國小 352名小姨新生卻沒有教室可以上課 校園內第二期新建校舍用圍離圍住 音架也還沒拆除 受到缺工加上七八月颱風降雨影響 原本預計八月初提前完工的校舍來不及完工 300多名新生只能被迫到三公里遠的三光 國中借用教室 引發家長一連串質疑 國中生跟小一 我們也會擔心被校園怕臉 內只會有幾個提供一個課托 老師跟一個主任輪子 那我是問你們會二十小時監控嗎 不可能 你隨時有可能漏掉 國中生可能提早躲在廁所裡面 校方強調借用的教室跟國中學生活動的範圍有所區隔 交通也才統進統出的方式統一由交通車載送 預計十月底就能回到不子國小上課 儘管教育局和校方再三掛保證 但才剛成為小一新生的同學們 短短兩三個月要適應兩個學校的環境 再加上又有颱風要來 工程是否會再延期 都讓家長無法放心 記者文維菲林博蟲台中報導